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杨老师 之前您讲到关于艺术收藏 在现在的目前的潮流来说 可以说是整个潮流在改变这个世界 原来可能很强调写实主义 表现主义 现在慢慢慢慢的 因为有可能70后 80后 90后上来了 就开始变得很我们所说的平面化 卡通化这样的一种风格趣味 我可以说是非常轻声和诧异的看到的 这个趣味的极具变化 我们这一代人呢 50后呢 应该说是喜欢这个经典油画的 是那种有色调的权因素的 在80年代 中国的高等美院的学生 可以画书写 可以画那种素描 有风格 甚至你过分的或者说是前卫的 其实在80年代初已经有人在课堂上 用毕加索的立体主义化说明了 然后受到严厉的批判 这个事情以后再讲 但是绝不允许有日本卡通风格出现 因为我们认为这个东西就是书籍 都拗过迪士尼的那些卡通 那是给儿童玩的 那个不是美术 不是艺术 不是我们所认为的专业 90年代这个门槛就破了 因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就是从这样出来的 所以到90年代中大概 美院就开始从不得不接受到接受到拥抱 以至于这个风气最早还是在广东出现了 1996年 广东居然出现了一个叫卡通一带 也就是说把那种其实跟日本历切相关的那种风格带进来 当时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美少女 机器人 美少女大眼睛 是吧 那个性感的身材 但同时就有武士般的斗志 能够风靡 所以在90年代初的时候呢 这个东西就开始进来 然后就每月接受 然后再成为一个 上升为一个主流趣味 所以这个很有意思 我觉得就是年轻人 他喜欢卡通 于是我就想到一个问题 其实我们的视觉趣味在相当程度上 是在青少年时代被塑造 我们在青少年时代怎么可能看到卡通的那个年代 但是后来年轻人就看卡通 我们那个年代所看的 他们年轻人不喜欢的 比如说影响我们的是 这个中国很著名的一套联合画 三国演义 那时候我们一天晚上看三国演义 还有一些什么铁道游击队 那些年号画 我们怎么知道日本的卡通呢 卡通那时候还没有日本卡通吧 日本卡通 没有 其实 在日本也还没起来 没有 没有 其实我在90年代 其实我做的是美术出版 我坦率说从我的工作性中 我可能在国内同行 更不要说艺术界 是比较早嗅到这个变化 当时香港的卡通很发达 就是叫黄玉郎 香港那一代人都知道黄玉郎是香港的卡通英雄 而香港的卡通英雄这个黄玉郎的漫画 就是跟日本有关系 然后我在90年代中去日本 当时是出版社 才知道其实日本卡通从那里端过 叫日本那样好 而且后来我才收集到一个数据 他是不是从服饰会那里转过来 对 等于说其实对日本来讲 他们从江户的服饰会开始 一直延伸这种版画出版物 到我们所说的我们习惯称之为的 梁环画 后来又把它叫卡通 其实这些名词都已经混乱了 后来刚刚越来越多的把它卡通 就变成这样的一个名词 其实卡通还是偏美国的 我们一般常叫做 就是日本叫monga 就是漫画 对 其实日本真正的 那叫法应该叫monga 叫漫画 卡通是美国叫法 而且卡通在美国 主要指的是迪士尼的那一套 而且我在03年04年的时候 我还有机会去那趟 弗洛里达的迪士尼乐园 带着一家人去 对我来讲重要的不是游乐园 我年龄大的 但是那里有一个纪念馆 非常有意思 就是迪士尼纪念馆 一进去就是一个巨大的迪士尼的肖像 拿着一个笔 那底下那句话我印象很深的 就是一切都从一只老鼠开始 这套卡通 所以我们在习惯就把两个混在一起了 我还专门讲过一个 日本卡通和美国卡通的区别 那么我刚刚接下去讲 到日本我们才知道 从出版来讲 日本出版业有三分之二是漫画 哦这么厉害 三分之二 就是说整个日本出版业的利润 和出版产品的构成 有三分之二是漫画 我到了日本那个图书馆书店 书店一看洒掉了 非常多的卡通 那会不会跟 非常发达 它的文字普及率 这个日本人就喜欢看漫画 我们现在回到一个正常叫漫画 而且我 90年代初我在出版社 我去的日本 第一次去日本 稍微了解一下 当时是带来一个出版的考察 我才知道他们是有原因的 因为日本很早就有非常发达的公交系统 JR系统 地铁公交车和轻轨列车 他们很早就成为一个体系 日本人上班的匆匆忙忙 每天上班 他们在火车上要待30分钟40分钟 然后有很多日本人上车前买一本漫画 看一看了下火车了 一直上班去 所以这个漫画是每天要出 这第一个发现 所以那个比例呢 居然占三分之二 日本漫画的这个利润比例 第二个 由于这样的一个出版比例 还要明白第二个道理 其实图书是有读者对象 读者对象其中一个就是年龄 然后我才惊讶的发现 卡通阅读的故事是分年龄 我在93代中的时候 开始了解这个现象 当时的 到了香港 认识了一个 台湾 时报文化出版公司的一个编辑 他就送了一套 日本漫画给我 那个漫画非常有名 就是北条诗画的城市内容 而且在那个香港的那个晚上 在南桂坊 我认识了一个香港的摄影家朋友 有年轻的摄影朋友的夫人 他将这卡通台简直是头头是道 我当时还不知道什么叫北条诗 而且这个北条诗这个漫画 就适合于15岁到18岁的人看 我拿回来给我儿子看的时候 我儿子那个时候年纪太小了 根本没兴趣 看不懂 等他到了这个年龄 他就整天看下去 那他的这个 对于年龄的城的定位很准确 非常准确 当时我是真的大发现 而且还有那个台湾那个时报编辑 送了一套给我 那我说 我说那我们中国是不是也应该 走这个方向呢 可以啊 盗版吗 盗版 日本人不追你 说算了 日本漫画 我们台湾经历过这个世的 他其实就是喜欢你盗版 是吗 盗版到某个程度了 他的漫画占你市场了 我就过来跟你谈版权了 如果你不给他 你不用他的版权 那就罚款了 那他早期推广的成本就减低很大了 对了 就没有这么长了 反正他也摸不着那个地方 但是我在中国 当时九十年在中午 我可以说 不是我资宽 我在中国出版界 美术出版这一块 我可能是全中国最早一扫 这个问题 而且我亲自做了一个组织 这也是 不为人之类一段 我的出版的秘史 组织了一个我的朋友 这个著名作家 也有一个画家 准备了第一套的美术画 但是还有人要跟我们合作 我要做这个事情 我当时在里南每次出版社 日漫 日漫 按照日本漫画的风格 要编三十多集 哦 就是 就是不是盗版过来 是在这边画的 自己画的 但是画日本风格 对了 不是 想的是中国题材 中国题材 但是不成功 为什么没设成 后来这套书 是那些什么葫芦 后来这套书 也不是比那个好 那这套书呢 后来就广西 上了出版社接过去 我们那个里南每次出版社 后来不敢投资 到时候我都想做这个投资的 可以说我是最早尝试 但是没有成功 所以我就很诧异 这个日本漫画 香港如此发达 台湾如此发达 为什么中国不行呢 还是受主流意识形态的 这个 还不完全 这里面有 当时其实还是比较自由 空间比较大 那么我另外一个经历 就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九三代中 我接待了 当时香港王朝万华集团 就是黄月郎的公司 黄月郎出了一些事 这个东间去了 重新出来 然后呢 又重新组织了这么个公司 我呢很幸运呢 在广州接待了 黄月郎公司的销售不禁 我陪他在广州 看书店 北京路 儿童上楼书店 嗯 当时中国内地 和美术出版社 已经出了不少模仿 这种卡通的联合画 嗯 而且我认为 中国的出版的这些卡通联合画 在绘画的技法上 效果上 首先比香港强 跟着也比台湾好 也不差于日本 我认为 当然我这看法 后来就知道 我是美愿观点 嗯 结果那个经理拿过来一看 我说怎么样 这个画的怎么样 嗯 画的挺好的 不过不行的 没市场的 我一愣 我说为什么没市场啊 他说这个不行的 这种东西别人看的没意思的 我说这故事吧 还有构图 我说构图什么意思啊 这没有蒙太奇的 嗯 是第一个憧憬 蒙太奇 你看全是终极 是电影感 全是终极的 我们俩会要这样的 一页纸 啊一个那个那个那个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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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力士出来打个拳 第一张图出拳 第二张图大圈 第一张图大圈 要这样 砰砰砰下去 第一张图是个终极 第二张图是个特景 第二张图是个吼叫的嘴巴 或者露吼的眼睛 嗯 哎果然我一看他 全是有 也很熟悉的 蒙太奇 但是他对我的说法是 中国你们在联合化不行的 没有力量的 因为都是终极 哎果然啊 中国话联合化都是终极哦 没有特写哦 对他考虑的 还是担负的这种构图 而不是整个版 虽然他是联合化 哎这是我第一个教育 哎 对哦 我们的确没有 而且那时候 应该那时候也没有那种 就是粗犷的那种 没有 就就香港日本已经很多粗犷了 没有没有 那个全一出去 那个那个全已经出了 因为我们心目中的 《联合化英雄》是贺有职嘛 嗯 《山下风云露》嘛 嗯 是吧 那个都是终极嘛 那个都是一种很老的 一种电影的一种调度 会不会也跟以前小人书的规格有关 当然有关系 小人书是这么小嘛 然后呢一页就是一个图嘛 肯定有关系 然后下面是文字嘛 但是 但是实际上 当时已经开始出32开的 小32开的漫画 已经有了 但是呢他还是一图一图一图 所以呢 就变成什么四格八格 记得以前说 第一个刺激就是 没有蒙太奇 不行了 哎呦 第二个刺激 跟他逛新华书店 他发现一本书 哎 大家都知道 叫《风神演义》 哎这个书讲什么了 我说这个书很好玩 嗯 这个有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啊 我中国的这种年号 这种这种 这种 这种 以前那种 武侠小说的鼻祖啊 封城演义是吧 嗯 有天下第一啊 李渊霸是吧 第二谁啊 第三是谁啊 李渊霸还可以举起哪个双锤 谁都打不赢他的 最后他自己打死自己了 你这么说好 我要买回来 研究一下 嗯 然后 让我们不可思议的是 半个月以后 香港就出现了一套新的 那样的话 《风行香港》 香港那一代人可能都会记忆的 叫《超级天子》 就是改编《风神演义》 电话 C-C-C- com- 校ally是運用于 你巨献保余脸 为什么没一个 forming 该为您所的 我就是 感谢观看